詞曲 李宗盛 這是星星 去新加坡之前買的 怎麼找到的 羅家衡告訴我的 你說他是怎麼知道的 他還跟我說了再見 他的神情很不對勁 我現在很確定 家衡的心臟 是星星的 你是說 星星的心臟 移植到了家衡的體內 其實我也一直有這種感覺 這樣的話 一切都說得通了 小小 我之前查過 做過心臟移植手術的人 存活時間都不長 好 你說他不是要回新加坡吧 快點頭 請稍後再撥 少爺 我先把行李放車上 嗯 真的不長 你也不長 我真的不會有機會 你也不長 你不長 你也不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今天要是都升职了 晚上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那咱老规去 奶茶 黑森林 勾起去 小小 你拿我当过朋友吗 还是那种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虚假闺蜜 又或者是 你单方面的情绪垃圾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她不在会所 也不在酒店 我刚给戴盈西打电话 她说她今天的飞机 回新加坡 今天 什么时候 她也不知道 我得去机场 我跟你解决 风鸣 我和她的事情 让我自己解决吧 晓晓 你可以吗 晓晓 小心点 喂 晓晓 李一 我问你啊 骆家恒她是不是今天就要回新加坡 几点的飞机 你快告诉我 是 是吗 你听谁说的呀 我都不知道 晓晓 李一 我全都知道了 你不要提她瞒我了 好不好 她甚至都把我从几几联系人离开除了 晓晓 你别哭啊 你别着急 让我跟她最后一面 让我跟她说清楚 算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 李一 你真的确定吗 你别哭了 哪怕 哪怕 哪怕她随时都可能离开你 是 我要陪着她 跟她在一起 啊 啊 我 其实 我 才 我要 我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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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少喝点吧 你 可以了 少喝点 少喝点 你们说她搞笑不搞笑 居然让林仪来骗我 林仪还同意了 多大点事啊 太瞧不起我了 笑笑 你给我少喝点 你们说 她跑什么呀 她就是个懦夫 什么事情我不能跟她一起面对啊 陈凤鸣 给我 别喝了 别喝了 你松下 笑笑 你这样喝就真多了 你再这样 你再这样一直喝下去有意思吗 我要是你 我要是你 我就拿着吉他 上新加坡找他 就算去了新加坡 佳衡她妈妈也未必能让笑笑见到她 那就想办法呀 那 有意思 应兴 你帮帮忙 把嘉恒骗出来 她不可能一直待在她的别墅里吧 隐心 她妈妈再凶我都不怕她 笑笑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害怕 嘉恒是因为换了心才爱上你的 你才不是 你还好吧 应兴 送她回家吧 小小 乖 不哭了 我们回家好不好 不哭了啊 来 小心点 麻烦你了 好 嘉恒 你小时候呢 最喜欢喝妈熬的粥 我去端给你啊 谢谢妈 快趁热喝吧 谢谢 谢谢 好喝 小时候的味道 明天去医院检查 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我不去了 嘉恒 你不要听那些医生危言耸听 做这个手术的人很多 都活得很好 我让他们用最先进的医学手段 妈 我挺好的 慢点儿 慢点儿 坚持住啊 马上到处 来 妈 可以不走吗 我不想你走 我不想你走 你快回来吧 知道了小小 乖 好 你要是决定去找她的话 我怎么着都会帮你的 乖 好 好 好 不用送了 我很快就到了 谢谢你啊今天帮我找灵感 你很有灵性 而且学习也很快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做出更好的设计来 那要是这样的话 你以后的火锅 我全包了 你以后还需要找灵感的话 可以来找我 好 那我我先闪了 拜拜 江湖 江湖 六哥 洛江你今天怎么了 你脑子有问题吧 对 我脑子是有问题 我腦子是有问题 却不知道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从我们思考问题 的方式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家庭背景 根本不一样 我妈和我姐说得对 门当户对 还是很重要的 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大可以离开 没人拦着你 好啊 你也可以去跟陆生在一起 挺配的 我跟陆生早就 你怎么办 风鸣还和我说 你那天是打算求婚来着 你这个态度 是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吗 那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 我们 分手吧 这是洛适会所 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今天在这儿拍摄吧 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今天在这儿拍摄吧 故意演出戏给我看 你也不认为我 你想多了吧 晓晓 我们都已经分手了 我没有必要 演什么戏给你看的 陆家合 你想逼着我离开 大可以直说 我于晓晓 不是什么赖着不走的人 你故意演出戏看 也用点心吧 你喜欢他吗 我让你亲口告诉我 你说 是 我是喜欢他 对不起晓晓 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 你应该放下 不要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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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Duyest 懂事 jeg 你会 我是捅 你 我不要 我不要 还我lor 一人的梦境 只曾清醒 我依旧是星星 你依旧身处于人群 只有我一人的梦境 余晓晓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偏偏是我 我依旧是星星 你依旧身处于人群 晓晓 起来没有啊 爸爸给你做早饭了 起来吃点吧 晓晓 你看你 昨天喝了那么多的酒 这早饭啊 该吃还得吃 要不然啊 这胃迟早是要坏的 晓晓 晓晓 你听爸的 那小子他离开你是他的损失 相信爸爸 你将来啊 一定会找一个 比他更优秀的男人 晓晓 晓晓 爸爸进来了啊 晓晓 来 吃饭 爸 哥 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 我还是决定去新加坡找他 我没有办法生活在没有他的生活里 我要找他当面问清楚 如果有可能 我愿意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我愿意陪他太多了 我愿意陪他 你会倒で 我认识 你会有没有 家衡 家衡 家衡你再不说话 我就进来了 你怎么不吃药呢 你不吃药 你的病怎么好呢 中药吗 吃了也好不了 妈 有时候我会想 为什么是我 要是我没有去重庆的话 现在会不会好过一些 那个余笑笑知道了吗 我死了那是我的福气 你以为我怕死 我不我不 我欢迎你来 我是个活焰的人 你以为我自私吗 你以为我跟他开开心就完了吗 你问问你的妹妹 她知道我是为了她才活着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看你是四方的哥哥我才这样说 我爱四方 他也爱我 我们都年轻 我们都是人 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结果难免有一些荒唐 然而我相信 我对得起她 我要娶她做我的太太 我没有一点对她亏心的地方 父亲 你不敢生我 一个儿 final的人 我的结尾 四方 你为我 我是可禁止啊 我 不好意思啊 第一次让你来看我演出 就这么冷清 怎么会呢 我可是包场来的 当然没有人 你就别安慰我了 我知道自己演得不够好 不管你怎么想 你在我心中 永远是 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 班强人 骆家欣 对啊 余校长 谁让我是你颁发的 优秀班主任呢 谢谢 记得第一次在余家老宅 从见到你冲出来 保护佳行的那一刻 我就想要保护你 我就想要保护你 但是后来 不管是家里的事情 还是骆家横的事情 我都无能为力 对不起 喂 喂 别煽情啊 其实从你拒绝 拆在他们俩起 我就知道你是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人 而且你也清净所有 在帮我了 谢谢你 让我明白 爱情是需要尊重的 看来你的最佳男主角 也没有让你失望 当然 我还等着你去新加坡 巡演的时候 给我留张票呢 我一定会去的 好啊 到时候接你 是 师父 我想在这里下 能帮我停一下吗 这里是医院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医生先给的药 吃了看看效果 外面有个女孩 一直在门口不走 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说要见少爷 是谁呀 于笑笑 让她走吧 就说是我说的 你好 请问骆家衡在吗 我想见她 你回去吧 她不出现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少爷亲口说的 她不想见你 带应熙已经跟我说了 我当初不该配合你偷偷跑去重庆 你看你把你自己搞成什么样子了 照你这么恨你还想活几年 没几年了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好 你不是很会跟女孩子分手吗 我想让她安全的 回到重庆去 你不喜欢她了 不喜欢 不重要 好啊 你不想要我 你不想要我 你不想要她 你不想要我 我能不能帮你 感谢观看